18章的这部分 我们刚刚讲的 讲的Scientist 各位同学 首先Scientist就是 想办法用非常简单的 比较的 比较 我说比较大小 大的 符合我所需要 都给那个证号 然后最后我看呢 样本当中有多少个证号 懂得意思吗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 只有这个逻辑而已 就是我去比较 比如说比较我60 10个人 60栋房屋 哪一栋房屋 有超过Million 236,000 我就给他一个证号 否则我给他个符号 那最后我看 我60家当中有几个证号 几个符号 对不对 那既然你Million是 设236,000的话 意思就是说 每一家商店 每一家房屋 它的售价 超过236,000的 几率是多少 正好0.5 所以由于我设的是Scientist 用的是符号 这个符号是什么东西 是符合H0的个数 有多少个 我就得到多少个证号 所以注意啊 这一节Scientist 它的关键是在这个Sign Sign的 我们不是说Scientist吗 你有多少个符号 多少个证号 那你这60家 你有多少个证号 你有20个证号 你有 你有38个符号 每一个证号的几率是多少 是0.5 是不是 所以这是很典型的 二项式公布的一个模型 那我们就拿它的 证号的个数当随机变数 看你有几个证号 先前我们刚刚说 22个证号在这个地方 它是在30以左 所以22个证号 这个资料 这个样本资料 它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P-value呢 它P-value 绝对不是向右边来算 它的P-value是向左 因为它落在期望值的左手边 所以它的P-value是它以外的面积 它以外的面积是22 21 比22还小 是吧 那你为什么换成为常态峰部来计算 因为换成常态峰部计算 可以省不少麻烦 你不需要二项式峰部去算 22 21 19 可以算20次 你常态峰部来算的话 你在一个步骤就OK了 只是这个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你22以左的话呢 它的几率换成为常态峰部 你要从22.5 这个点 以下来算它的几率 OK 这懂吗 所以说22.5 小于22.5 就算它的几率 算出来的几率呢 你看它是比 α小还大 就可以确定 到底你要拒绝来接收H0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上节课所学的东西呢 其实说穿的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说了 到底你的样子书当中 有几个正号有几个负号 得正号的是什么 得正号就是符合H0的 是吧 H0说什么 H0说median是多少 那事实上会符合median的几率是0.5 换句话说 你就是会有0.5的几率 会符合有0.5的几率 不符合 所以典型就是一个 P等于0.5的一个二项式峰部 那你的正号就是符合他的 符合二项式峰部当中 你的样本 不是你的随机变数 是有几个 那你就是算他的几率 那你可以以他的几率值来当做 他的P-value 来研判到底H0应该拒绝来接收 这是以上我们所讲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 他是要给你做不同的变换 你可以用单位可以用双位 他帮你用双位 让你看这个东西也可以变成是单位 同样的这个题目像874页 874页他也做两个东西 一个是做双位 一个是做单位 以450元来算的话 他在873页以前所谈的都是单位 对不起都是双位 那874页那个地方 给拿一个右尾 就是小于等于450 所以他只是告诉 你自己读读看 他只是告诉你说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单位检定 那说穿的都是一样的概念 都是看你的样本数当中 有多少个正号 所以你的正号的个数 它的sampling distribution 正号的个数 它的这个抽样分配 是一个二项式级绿分布 那从那个地方去找出来 它的拒绝区 这是我们scientist的一个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scientist 还有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换一个口味的 看一下啊 这也是用符号 所以用符号来做检定呢 就是很简单的 比出胜负出来 比出有或没有 也可以达成了我们所要的结果 这边在讲说呢 有两家品牌 要去决定哪一家品牌 市占率比较高 那我们就假设两家品牌 市占率都一样高 比如说假设呢 这两家品牌 每一个顾客 被问到这两家品牌的时候 他有可能选假这个顾客 假这个品牌 有可能选以这个品牌 像我们现在便利商店 大概全部只剩下两个品牌 一个是什么 全家 一个是Seven 对不对 那大概就只有问说 你请问你喜欢全家 还是喜欢Seven 你不是喜欢全家 就喜欢Seven 当然这两家品牌 他们的市占率不是1比1 而是大概是多少 2比1或是3比1 是吧 所以你会选Seven的几率 可能比选全家的几率大很多 但是现在的例子啊 不是那个 不是那2比1的 不是有一家是比较绝对优势的 这是两家 号称在美国 举止支的这个市场里头 他们的市占率 应该是各一半的 这两家 这两家是哪两家呢 一家叫Tropicano Orange 一个叫Citrus Valley 那以后你如果到美国去交换生 或者毕了业到国外去读书的话吧 你去看一看 这两家 那个女子汁啊 他们都号称是百分之百 纯果汁的 确实他们的果汁 确实比我们的果汁啊 那是更加呢 绝对是很纯的 那百分之百的这样的 orange的话呢 的juice呢 事实上他们的口味 也会有所不同 确实Tropicano Orange呢 它尝起来的话呢 味道呢 比Citrus Valley呢 究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虽然号称是0.5 所以几率是0.5 各位同学 现在的P等于0.5 是什么意思 有谁可以解释给我 P等于0.5是什么意思吗 P等于0.5的意思是 四战率等于0.5 那也可以说 就一个顾客来选择的话 他选择orange 选择Tropicano Orange的 几率是多少 是0.5 选择Citrus Valley的 几率是 也是0.5 所以换句话说 我如果去问N个顾客 每一个顾客会选 Tropicano的几率是0.5 或者是选择Citrus Valley 也是0.5 所以你看 这边所谓的符号的 这种检定啊 其实就是你想办法 就把它设成为H0 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P等于0.5的几率 这样你就可以用什么 就可以用二向式分布 所以这一节 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不需要 不需要去做任何的 其他什么 你的母体必须要是常态啦 然后你的μ等于多少 变异数等于多少 他们统统不管你这些东西 你只要告诉我 大概你抽的N当中 有多少个 是得正号多少得负号 你就可以用这个模型去做了 像我们来看一下 他去问了几个顾客 他问14个顾客 14个顾客问 结果有两个是不置可否的 两个你问他 你说你比较喜欢T 还是比较喜欢C 他说 我也不知道 我们同学都说都是 我也不知道 不愿意表态 对不对 或者是不置可否 还是说两个都喜欢 这样的两个人 当然就没有办法 提供辨识力给我们 所以这两个要剃除掉 所以真正有效的样本 是多少个 这边是14个人 14个T两个是多少 12个 OK 所以你看 最底下877页呢 184这个table里头 他就有12个人被问了 有两个人是 no preference 没有明显的喜好 没有明显的偏好 那两个剃除掉 剩下12个 12个当中有几个证号 只有两个证号 只有两个证号 其他的十个证号 其他的十个负号都是 意思就是说他喜欢谁 他喜欢另外一个 得证号是谁 得证号是citrus value 得负号的是什么 得负号的意思就是 我比较喜欢另外一家 Tropicano 所以来做这个实验的人啊 他就会觉得说 哇 10比2 10比2可不可以形成为 一个绝对的优势 来推翻 各一半这样的角色呢 P等于06 是不是各一半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吧 你怎么做这个检验 10 10比2 10比2 现在是问多少个 同学拿这个例子来看一下 现在有几个人 现在不是问61个 问几个 扣掉两个 那两个 no preference 不管他 有效要么是多少 12 12个当中有几个 这个不要管他 12个当中有几个 有只有两家 每一个人 当H0为真的时候 P应该等于0.5 我印象说每一个人 你现在问了12个人 每一个人有0.5的几率 投票给我 每一个人有0.5的几率 投票给我 结果最后 12个人当中 只有几个人 投票给我 只有两个人 投票给我 10个人 投票给对方 所以投票给我 当时得胜 投票给对方得负 是这样来看 那你怎么去 做检验 2 对10 这个数据 怎么转换成为一个 可以具备 P-value的分布 然后告诉我 你要拒绝H0 现在不拒绝H0 怎么看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上节课 刚刚那个小时 所谈的东西 现在应该怎么办 符号 得正号的 正号的个数 Sign 就你的Sign有多少个 我现在N等于12 对不对 H0如果维生的话 NP应该多少 NP应该多少 12乘以0.5应该多少 这边应该6 所以我就写6 是不是在这边 其他的话 就应该这样子 对吧 那你现在得多少 Probability 等于1的 等于1的 等于0的 好 2的距离是多少 0.0 0.0 0的 好相加起来三个多少 12 9 1 0.0192 这个0.0.0192 这个是 双尾 单尾 双尾啊 所以他要跟 二分招法比较 事实上 二分招法只有多少 二分招法是 Alpha是不是 0.05 所以一半 是不是0.05 他比0.05 还小的话 所以这个 这个怎么样 拒绝 Achelin Reject Achelin Achelin说什么 Achelin说这个 说两家品牌 平分天下 这个角色 是错的 至少就我现有 十个 十个不喜欢我的 有两个喜欢我的 这样绝对的 十对二的 这样的绝对的 的一个 劣势来看的话 当然我只有拱手 拱手 称尘 说是各一半 这个假设 是被推翻的 有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什么 把题目转换成为 P等于0.5 从这地方开始出发 懂吗 不需要告诉我 你这个原来的分布 是什么分布 不需要告诉你 原来Mu等于多少 当我换成为 P等于0.5的时候 我从那边开始 去取样的时候 就每一个个别问 不是Yes or No Yes or No Yes or No 那看我到底 得了几个Yes 几个No 懂吗 然后从那边去用 二项式 去找出PValue 最后做出决定出来 都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Model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要不要 我们要进入下一节了 所以这一节的话呢 同学做一下 46 8 11 46 8 11 算一下 现在我们下一节 18 12 这是一个 Will Carsten 这个统计学家 所发明出来的 Sign Rank Test Sign当动词了 当分词了 它是有符号的一种排序 Rank就是排序 把你的排序 加上正符号 然后把你的排序 变成是 正符号以后 你把它相加 然后它会符合 某一种分布 然后做出研判出来 这个概念 我们看一个题目好了 底下呢 800 80 18 16 两种生产方法 完成同一件工作 所花的时间 现在找11个人 去测试 每一个人都使用 A方法跟B方法 然后呢 计算 看它 衡量一下 计量一下 看它的记录 看它一共花多少时间 以工作者 一这个人来看的话 它使用A方法 花的时间 10.2分钟 B方法 9.5分钟 因此 就第一个工作者而言的话 使用两个方法 它的差异的时间 是 0.7分钟 那这个0.7 是10.2去减掉了 9.5 所以是A方法的时间 减掉 B方法的时间 每一个工作者 都如此炮制 都同样地做 其中呢 只有第二个 跟第五个 两个工人 他的这个difference 会是负的 其他都是正的 负的代表什么意思 负的什么意思 决定 负的什么意思 负的 正的是什么意思 A方法比较好啊 A方法比较短啊 时间比较短啊 减算是负的 那正的是什么意思 A方法花的时间比较长 是吧 这样来看 好 你有 你有这样一看 有九个是正的 两个是负的 结果我们要检验什么东西 各位同学 你看881 右上方 他这边说了 说了 你要检验的 median是 检验的H0是 median for method A 减掉 median for method B 是等于0 意思就是说 两个生产方法 它的median 同学 median是什么意思 median是中位数 中位数相等 假设这是A方法 这是B方法 A方法的median 是不是应该在这边 各位同学 median是中位数 这medianB median是中位数 不是它最高点 常态才是刚好 也是等于最高点 假设这边不是常态的话 median是在这边 medianB在这边 AB两个生产方法 他们的 花的时间的分布 假设是这样子 B的分布是这样子 那A的median呢 是比B还 还什么 还小 那如果相反过来的话 A的median 就比B的median还高 median比较高的 当然是代表 它这个方法 花的时间 是不是比较多 比较旧的方法 我们要检验的是 medianA 跟medianB是什么 是相等的 我们的H0是这个 medianA等H medianB 那检验两个东西 那何不干脆 把它相减 让它等于0 也可以改写成为 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881页上方 所写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有甲乙两班 我们一样可以做测试 甲班的中位数 跟乙班的你们的中位数 一不一样 这也是可以检验的东西 所以检验两个母体 两个学校 两个系统 两家公司 两种品牌 经常我们可以用的是 除了检验μ之外 也可以检验中位数 有没有想到 中位数牵涉到什么东西 各位同学 中位数比较容易看出 因为呢 你看中位数代表一半 有一半的人不如他 有一半人不如他 所以事实上检验中位数 比检验μ啊 你看检验a跟μb 另外一个μb是平均数 你知道吗 国人的每个人的per capita income 是多少钱 我们台湾是两万两千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国家 如果是像韩国 韩国现在超过台湾 大概两万五千 这是平均啊 可是真的每一个韩国人 过得都比台湾快乐吗 有钱吗 不能这样说 平均数来讲的话 你把大台湾像 Samsung那个样去分配 他一个人的财富 可以分配个不知道 几十万几百万的人用 对不对 可是他一个人高高在上的话 并不代表每一个人 都是如此高高在上啊 不必然 倒不如用一个方法 用什么 中位数 韩国人的一半的人 所过的生活水准 跟台湾人 一半的人所过的生活水准 就是median median就是有这样的好处 就是一半的韩国人 所过的生活水准 跟台湾一半的人生活水准 中间的那个 来比 这就反而比较能够能够看得出 端定出 同一种比法 一半的人 我们就不需要比每一个人 就比一半的 一半的就是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人的生活水准 事实上比一半的人还低 比一半还高 所以比中间那个来看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把H0换成为这个东西来比 那为了要比较它的话 我们就把它 刚刚AB两个方法 所比较出来的结果 把它求绝对值 同学看一下 那个绝对值是18.7 那个表的中间那一行 序掉绝对值 然后排序 各位同学 排序哦 不要再有正负号的排序 全部都是正号的情况下 再来排 结果呢 你一排 把最低的那个排为No.1 就是你的差异只有0.1 数字越小了 排序越高 代表什么 代表这种情况下最好 就没有什么差别 最符合H0 所以是0.1 0.1排序是1 然后再来呢 0.2排序是2 0.3有没有0.3 没有 有两个0.4 两个0.4的话怎么办 然后0.4是不是 第三名第四名 三名四名相加 是不是3.5名 所以每一个0.4的 都给他3.5名 看吧 所以第三个人第五个人呢 排序是3.5名 3.5名 然后再来 第1 2 3 4 第5第6 第5第6都是0.5 所以呢 他们的排序都是5加6 除以2 5加6是多少 11 11除以2是5.5名 所以这两个都是5.5名 那5 6 第7的第7是0.6 第8是0.7 第9是0.8 第10是0.9 所以排序呢 就这样做出来了 这样知道吗 这排序的原则 会不会做排序了 很简单 然后再来 我们再把他的排序 回复给他正负号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 rank排第二名的 那个变得负2 排序排3.5的 第5个员工 那个原来他是负的 所以给他负3.5 所以全部正负 把它分开 出来以后的排序 就叫做所谓的 sign rank sign rank 排序 加上正负号 有正负号 带有正负号的排序 带有正负号的排序 在这个表里头 最后边那边 显示出来的 最后把所有这些正负号 都把它相加 各位同学 8加上3.5是多少 11.5 11.5加 加5.5是多少 17 对不对 17加10 27 28 35 40.5 40 40.5 49.5 所以这49.5 是怎么样来的 是只算 正的 所以它的符号 你各位同学 你看它才是 T plus 这个plus 代表什么 代表只考虑正的 不考虑负的 OK 那只考虑正的是 为什么只考虑正的 意思是说 我只考虑那些 时间的长度 正的是什么 A方法 赢过B方法 时间 花的时间更长的 叫做正的 对不对 我是考虑那个A 花的时间比一下还多的 那些个案 那些个案还算 副的我就不考虑了 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它算出来 Tplus 49.5 好 翻过来 那么正的 sampling distribution 正的 Tplus呢 各位同学 它是从样本当中 所得到的 Tplus 是从样本中 所得到的数据 所以它 作为随机变数来讲的话 它会有 Distribution Properability distribution 它叫 sampling distribution 它叫 抽样 分布 就如同 我们从样本当中 所得到的资讯 像X bar X bar S平方 P bar 是不是都是从样本当中 所得到的 抽样分布 所以它们都有 sampling distribution 所以Tplus 也一样 有sampling distribution 问题是 它是什么样的 sampling distribution呢 那么它的 sampling distribution 我们这边 跟它说了 它说是 可以近视于常态 而且它这个常态 是什么常态呢 我把它写出来 大家比较清楚 这常态大家也不用背了 各位同学 它是趋近于常态 是什么样的常态呢 mean是多少 四分之N乘N加1 是mu 变速是多少 二四分之N乘N加1乘上 二N加1 记住这是sigma平方 这是mu 所以sigma的话 必须要开根号 那么这个是 forN大约等于10的时候 才可以用的 要注意它底下有写 forN greater than equal to equal to 10 好 这么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那个题目算一下了 我们现在刚刚 N是多少 这个题目是问多少 问11个人 对不对 结果现在N是多少 N是不是只有9 原来的 Zero difference Worker 八 其中有一个工作者 他是多少 他是不是0 一样的不分胜负的 我们把它去掉 所以十个人当中 有几个 只剩下 11个人当中 只剩下10个 所以N是等于10 这边要记得 是N等于10 所以是 它的min是多少 N等于10 所以min是多少 min for t 是四分之十 乘上10加1 所以是多少 7.5 然后sigma t是多少 二四分之十 乘上10加1 乘上20加1 所以结果他算到多少 2310 所以24 看在多少 这个要开根号 开根号 所以得的结果是 9点 所以换句话 你的t plus 它现在的分布是 期望值 27.5 变异数是 9.807 平方的 这样的一个 庞大分布 那你现在算的t 是49.5 49.5 你要先研判 它是在你的 期望值的左边 右边 你才要研判 你的p value 所以要画图 显示 现在mu是多少 27.5 你的49.5 在这边 t等于49.5 在这边 所以p value 是右手边 这一块 所以为了算它p value 你就是算t 大于等于49.5 所以多出来结果 z 大于等于2.19 所以你可以算出 它的p value 是 两倍的 1 减掉 0.980 9857 所以算出来是 0.0286 它比α子还小 所以你要拒绝 你可以拒绝 h0 你可以拒绝说 两个方法的 中位数 是相等的 这个假设 是不正确的 我们的证据 可以推翻它 所以呢 这样的 一种检验方法 叫做 加上符号的 排序 来做的 这种检验 那么 最后一句话 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 这个方法 跟先前我们所讲的 sign test 这个方法 sign test 是什么 是我只要比较 两边的 胜负就好了 胜的就给它 正号 负的是负号 对不对 然后看它几个 正号几个负号 然后用二项式 现在这个叫什么 sign rank 我把它排完 序以后 我再给它 正负号 然后最后只 加那个正号的值 那最后只加 正号的那个值 它应该是一个 什么风部 是个常态风部 如果 恩戴的 一时 以上 所以这个方法 跟sign的那个方法 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 前面只要分胜负 后面呢 这个方法是 Will Carson 这个方法是 不止分胜负 还要告诉我 说你赢多少 你赢多少 你是正的 0.7 你赢0.7 或者你输0.7 你是负0.2 你是输0.2 还是你赢0.2 要把那个赢多少 输多少 要把它排序出来 然后再去做排序 再找出排序的 那个 的那个 加总的值 所以 从这地方 我们可以 研判出来 说原来 rank Rank rank是什么 排序 你排第几名 原来它本身 也可以当作一种 统计 简定的 的一种 简定统计数 排序 我们以前说 你要让我分出生物 你只要告诉我 你得多少分啊 你有多少钱啊 对不对 你的实质内容 要多少给我 我们 non-parametric method呢 统计学家 发展出这些方法 出来告诉我们说 即使你没有这些 内容的数据 你也可以透过 排序 排序 还有证负号 相加种 得证的那个东西 它会符合某一种 符号 同这一手 也可以做 这个假设检定 这个方法叫 Wilcoxen的 Sign Rank Test Rank 前面加上Sign 然后去做 假设检定 这一节呢 可以做13 15 17 下课休息 好 谢谢观看